喂,我是吳季星 我們今天來說一下這個 今年2015年318包圍立法院的行動 這是我們知道島國前進 他們主要訴訟的就是 公民投票法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罷免法 他們希望能夠降低門欄 比較容易對於一些表現不好的立法委員 或者是名義代表、市議員 甚至行政首長 不管你是直轄市長 或者你是總統 人民可以透過連署 連署的方式聽說是 1% 1%就可以成案 所以是 門欄的話是 公民 全體公民人數的 1%就可以成案 所以這個算是非常低的標準 然後能夠 投票 投票人數 簡單多數 就可以成案 所以說這個事情的話 是一般來講說 是說 讓民主能夠比較 具有草根性 就是每個公民 他可以負起責任 來進行對政府施政的一種監督 這其實上是一種組合作用 信行的 還有就是 公民投票法 他還有 還有就是 他可以 有辦法 成立新的法律 如果他公民連署 人數夠 然後成案 提案 可以夠的話 他能夠 簡單多數 就可以通過 新的法律 是不是要廢除的問題 那用知識體大的問題 這次在318 包圍立法院的行動 都不涉及這些 比較敏感的憲政問題 那些憲政問題 可能要到明年 總統大選的時候 然後才有辦法再 再進行討論 那今年要進行這樣子 包圍立法院行動 當時從去年318 學生運動 他們成功的 阻止叫立法院 通過這個 兩岸福茂協定 那兩岸福茂協定的話 有一些條款 台灣的人民 有些一些脆弱 台灣脆弱的服務業 他們在這方面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一下子衝擊會太大 就是說很多的行業 大家會 人口會 沒有工作做 因為台灣的市場 服務業市場 是非常有限 所以這個案子成功擋住了 大家動員了 那麼久 從318到410 非常辛苦 總算把案子擋下來 那今年所述的行動 就是說 你當你立法院 立法委員 尤其是立法委員 你的問政態度 脫離選民太遠的時候 我們就要進行 就進行罷免的行動 通常政治態度 不可以過分的 離開台灣人民的意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主手段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政黨 和私有化的傾向非常的嚴重 政黨如果不聽人民的公民的投票 的意見 都會很容易 把持政治利益分章 或者是不認真執行政策 折搞內部的一種分章 尤其是立法院 這方面的事情都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行動也是非常好 在立法院 財團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全台灣各大媒體 也是財團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透過公民行動 但是可以把人民的意見 比較容易表達出來 也可以透過立法行動 比如說要不要征付人稅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成案 來進行公民表決 我是吳基辛 今天很高興 有機會來說一說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從台灣 新北市新建區五峰山附近發出的報導 今天已經是2月9號 2015年 謝謝 謝謝 謝謝